各位媒體朋友 收看直播的朋友 全體國人同胞 以及全世界關心臺灣的朋友們 大家早安 今天是 2021 年的元旦 首先要祝大家新年快樂 昨晚睡覺以前 相信很多人都有種感覺 那就是漫長的一年終於過去了 去年的今天 在全世界都還沒有注意到疫情可能發生時 我們開始針對武漢來臺班機登機檢疫 當時也有不少的質疑 但回頭看來 這樣的超前部署是正確的決定 放眼 2021 年一波一波襲來的疫情肆虐全球 經濟受到衝擊 生活受到影響 在很多國家 小孩無法好好上學 大人不能正常上班 許多工作不見了 景氣陷入谷底 全球各地因為疫情死亡人數 是持續在增加 所幸在臺灣 我們靠著相信專業 以此信任社會團結 一起戰勝了病毒 我們沒有封城 可以正常上班上課 在防疫指引下 去年4月12日 我們成為全世界第一個開打職棒球技的國家 大家戴著口罩參加演唱會 藝文活動 這也是去年世界少見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經濟維持正成長 股市也攀上高峰 儘管今年的經濟依舊充滿挑戰 但我們有可以樂觀的理由 在全球疫情仍然嚴峻的此刻 臺灣的公司營運和就業依然穩定 投資不斷 已然度過了最艱難的階段 我們已經站穩腳步 將全力衝刺 無論是數位經濟的轉型 又大核心戰略產業的部署 5G 部件或前瞻基礎建設的興建 我們待預算通過以後 就可以快速的推動 過去一年 臺灣做到了全世界所殷切盼望 卻不可契及的如常生活 這並不是一簡單的事 我要再一次的謝謝所有 努力不懈 從防疫 紓困到振興 參與配合的每一位臺灣的人民 身為總統 2021 年 我最重要的責任是 讓大家如常生活 並且跟著全球經濟復甦的脈動 往前進 這也將會是我們努力的第一要務 在新年的第一天 眾力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